暫時我們都是維持這個看法的 起碼今年年初的時候那個低位 應該是希望是這一段股市 真的比較差的位置 已經完成了 而同一時間如果你問我 當然這個是有一點是一個感覺 你說是不是一個很確切的說法 我們又不敢說 但是感覺 我有認為股市高位今年應該是未完的 是的 還有我想 因為剛才在節目開始之前都跟Karina說 就是說如果現在看著中港股的股市的情況 其實大家應該除了這一個多兩個月之間 股市真的做得好了 其實我說應該是有一個連續性去看 就是看過去那半年甚至九個月 其實市場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很快的去回帶 可能之前上來訪問也有說 其實去年10月開始你看到 譬如中國在外交政策上其實是沒有那麼強制的 我經常都說以前我們有一段時間 你看所有媒體都所謂叫戰狼外交 是的 但是你從去年10月開始 其實你看到伊芬都中美之間 其實那個矛盾其實是沒有那麼大的 是的 這件事是大家都有一點點 會出這個善意 其實這個外交政策是一個轉向 這個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我經常都說 看回你去年12月有另一個標誌性的情況 就是那時候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騰訊和網易 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遊戲的新聞 說它充值那些東西要限制 所有東西就一個股價的大一點 但是就是那件事出完之後 我想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其實那個遊戲總局的負責人就下台了 但是當然很多傳聞 有些人就說其實不是 都叫了你不要再搞民企了 就是中央的感覺 為什麼你現在還要出銷 諸如此類 就是很多這種聲音 也因為那個人下台之後 你看到那兩家公司的股價也開始好一點 但是這件事也想側面去說 其實起碼在政府的角度 現在是重視市場的情況 你可能過去經歷了幾年的一個強的監管之後 會不會現在其實已經一個比較明確的政策轉向呢? 或者也反過來說 因為經濟確實是真是一般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之前大家 各個地方都說怕通脹繼續去維持 這個可以之後再說 但是我們中國這一邊大家很怕通縮 是的 這是一個很不同的一個情況 所以政府現在看到經濟確實有一個問題在這裏 是連續的出招了 那更加不要說了 其實你說最近的股市去升 那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內房的那個問題 因為之前都經常說這幾年其中經濟這麼差 其實就是內房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當然你說很多人去說 不是 現在才能拿到那三千億來 其實能做些什麼 整個內房市場這麼大 但是也都這麼說 我自己去估計 就是政府都是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來 當然你說一下子出一個大招好不好 當然好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是不斷去 希望市場慢慢去知道它的轉向 而同一時間我覺得三千億應該不是一個 就是這樣三千億就完結了 應該是會接著下來 應該會繼續出招的 但是也都這麼說 中國的經濟這麼大 就是我舉個例子 我想說鐵達利好 但是不是這麼好 因為鐵達利好是會沉船的 但是我想說你當一艘很大的一艘船 任何船去做一個轉向的時候都要那個時間 就是你不能夠說我預期中國一出招 立刻的經濟 所有的股市一百八十度這樣轉變 這個是不現實的 而且這個不是執政者的思維 你見到它現在出招都是一招一招的慢慢來 但是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剛才一開始有個前設 再一次說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想法的估計 我覺得你配合這些東西去看 你會很清晰一個結論就是 其實大陸政府是想經濟好的 或者現在出招是想去回穩經濟 所以也是這個原因 我們認為為什麼 在港股今年 或者可能見到這個週期最差的時候 就是今年年初 而同一時間 為什麼覺得今年可能高位 我們認為可能還沒見完 就是這個原因 回到這個盤的層面 就是我們在4月5月開始 我們也有慢慢加上一些港股 我們在個別的報告裡面 這個想法 其實跟之前Michael或者我們上來都是這樣說 其實由3月份的業績期 已經開始看到市場是有一些正常化的情況 我們說的正常化就是 當間公司出一個不錯的業績 或者有一個加大派息 這些類似的行為的時候 其實股市是會有一個正面的反應 這件事我們認為是很重要的 也正在證明資金其實真的想回到這個市場 再者 很多人如果再向前去看 有什麼預期的所有事情 就是7月 三中全會 其實都不是我們只是去預期這件事 其實是高敏 比如這次剛剛這一段的回調 其實高盛就說 類似投資者不要跑 因為有更加精彩的事情會在7月出現